花莲县目前有十多处社区部落 受到水源以及地形等组客观因素的影响下 无法铺设自来水管线 只能使用简易自来水供水 其中工夫箱唯一使用 简水系统供水的大新村 近年来常受天灾影响 供水不稳定 饮水卫生安全也受到疑虑 台北松山国际福伦社 关注水资源问题 在县府原民处的协助下 特别与村民现刊讨论 希望能进一步改善住户饮用水问题 改善大新村民供水设施 县政府原民处与台北松山国际福伦社 特别在广福湘公所召开会议 提出可行性方案来讨论交换意见 除此之外 一行人也特别到大新村现场勘查 简易自来水设施及管线线路 也评估讨论村民所提出 简易自来水管线线路从北岸 改到南岸的建议 这会扣花吗 这不会扣花 这就不会扣花 你那个水管是从旁边 对对对 那我们就站在这边拍一个吧 县政府原民处指出 华丽县目前有十多处社区聚落 受限于水源地形以及地理位置等 主客观的因素 无法铺设接引自来水 因此暂时以社区部落 自设自制的简易自来水来替代供水 而光复乡大新村也是如此 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 湘工所每年协助灾修或清余等经费 平均也有将近四到五十万元左右 而这次国际福伦社 有意来协助大新村改善减水设施 湘工所也乐见其成 希望能够进一步改善解决住户的名声用水 记者石油栏光复采访报道